作为律师,维护权力原本是身为法律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但是在中国,要做一个本着良心的维权律师 面临的却是来自当局的政治压力、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 曾经为法轮功三次致信中国领导人的维权律师高智胜 至今仍被监禁在新疆的沙亚监狱 高律师的仗义直言赢得国际社会和中国百姓的尊敬 他被誉为是当代中国的良心 高智胜律师过去总是为中国弱势群众打官司 并三度上书国家领导人 要求当局改变对法轮功人士的非法处理 因而遭到国安长期监视、毒打和失踪 他的家人及孩子也无法倖免 2006年12月,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高智胜三年监禁,缓刑五年 在五年缓刑期间,高智胜曾经有20个月下落不明 受到当局关押和酷刑折磨 高智胜律师,这完全是让他一死不挂 把他站在地上,他就电棍电他 让他睡觉这些都是经常的 当然打他这个根据不用说了 而且就是他们都是用很假流的手段 他说我不相信,我不想让你知道 我就给他说,你把他写下来吧 写下来到时候时间长了,忘了 他说永远不会忘,他说永远不会忘的 那篇文章吧,他应该都写了一个星期 写了一个星期 写得很艰辛,很难受 到做这篇文章写完了,我觉得他好像身心憔悴 脸很苍白 在妻子的鼓励下,高智胜律师辗转发表了 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这篇文章 内容披露,秘密警察对他使用电棍电击 殴打,甚至多次电击伸殖器的可怕经历 2010年4月,高智胜接受美联社采访后被失踪 在国际各界营救呼声不断的关注下 一直到2011年12月,中共当局才表示 高智胜因违反缓刑条件而被监禁在新疆的沙亚监狱 法轮功在中共的污名化的过程中 以及那种全方位的压制的过程中 万马提音 在这时候的话,高智胜律师站出来仗义直言 这个大智大勇,说起心里话 到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真难找出第二个 他所做的事情超越很多勇者的勇气 他所现在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是为许多的人付出的 不仅仅是为法轮功的群体 也是同样为维权律师去承担 也是为那些信仰自由,其他的信仰自由者来承担 今年1月,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主席 弗兰克沃尔夫议员亲自致信高智胜律师 表彰他捍卫自由的勇气 在中国,越来越多像高智胜这样的中国良心正在汇聚 新行人也在电视整理报导